欢迎收看云端最有钱 有看就会变有钱 大家好我是沁宜 我们常常说这个不要相信法人 或者是这个老板告诉你的事情 而是要仔细来看 他们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股市里头也有这么一句话 你跟着这个蜜蜂走 你会找到花粉 但是你跟着苍蝇走 你会找到点点点 我们今天就来看看 到底这些主力这些法人 他们这些筹码到底在买什么 在卖什么呢 如何能够趋吉必修 特别现在台股 真的是忠目不定像极了爱情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经济面上 还是有一连串这个正负的一个消息 我们首先来看 联准会是看坏经济 目前看起来联准会很有可能 会在这个9月的时候 会下修这个经济的展望 这是经济面来看 不过经济面跟股市 是似乎是一直在脱钩的 另外观察重点 就是中美的科技战越演越烈 我们首先来看 这个最新的进展 就是川普跟抖音之间的战争 抖音是大反击 现在这个面对川普总统 这个似乎就是不见脉 就要封杀 他们这样步步的进逼 现在这个公司字节跳动 决定要正面回击 因为川普之前说 45天之内 你一定要把这个 业务收购的事情解决 虽然目前延长到90天 但是对这个字节跳动 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所以他们现在已经准备 要对这个美国的业务的这个停下来 做一些准备 也准备要提起第一道的这个诉讼 那另一方面来看 其实美国现在看起来 股市涨好像还是有些有机之谈 因为来看到这最新的统计数字 彭博这个最新报道 消费者在疫情期间的这个消费力道 其实丝毫未减 是被大家闷坏了 报复性的消费 所以目前可以看起来 有一些这个零售拒播上级的财报 是意外的优于预期 美国的消费力道之强 华尔街也说是始料未及 好另一方面我们来看我们的护国神山 台积电又有好消息 大家非常关心台积电 台积电的5奈米订单 现在整个订单动能强劲 正在加速扩产的脚步 不但这个新产能到第四季到位 明年第二季也会再扩增这个产能 那么到时候5奈米的总月产能 会由目前的6万片 要变成正式突破到10万片的大关 这个增幅会超过7成 很明显跟三星的差距又会进一步再扩大了 好那么台积电这么强 现在怎么看呢 好现在有铁嘴外资又有外资开始喊了 喊出了最新的数字 这是因为台积电市值现在力手11兆 所以这个花旗环球证券 这个公司的高管就说了 受惠于5G包括CPU等等这个业务的带动 所以他们认为目前的台积电的这个目标价 从421已经实现上升到了536元 这个536是外资券商目前预告的最高数字 会不会真的有这样一个数字行情出现 我们待会现场可以讨论一下 那么另一方面来看 这个富邦金我们看看 最近这个未实现的利益是多少 到这个Q2 6月底之前 未实现利益是435亿 那么7月底又暴增到将近千亿 那么这个AC摊销后的成本 未实现的预约 把摊销成本这边算过来的话 这其实是有到2000亿之多 未实现的利益有这么多 这个行情有这么好吗 为什么可以这个未实现的利益 有到2000亿呢 那么富邦金是大家可以关注的一个焦点吗 好另外来看到的是 可能很多人现在还在想说 有没有可能会逆转胜 有没有可能要来再赌一把呢 我们这次来看到这个原油政二 之前很多人这非常热门投资ETF 但是现在已经面临 可能就要来清算的命运 投资人现在很怕清算 这个目前我们来看这个价钱 是在暴跌当中的 这个时候你首先要资长ETF 你该怎么办呢 我们待会仔细来讨论 好另外来看看最强7月份 虽然说现在这鬼门开 但是从外交订单来看的话 真的是最强7月份 外销订单是连五红 目前看到这是 今年外销订单的数字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增率 是不断的往上 目前这个年增率到12.4% 两位数的成长 外销订单这么好 台股上面我们要怎么样来操作呢 特别我们今天从筹码面来看 法人在做什么 散户要跟进吗 马上先介绍我们今天现场的来宾 第一位是财经专家任睦华欢迎 大家好 资深分析师魏良欢迎 轻易好大家好 年轻的筹码大人李懿欢迎 大家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刚刚还是看到了很多 这个多空的一些不同的消息 我照例来问一下大家 我们这一波看起来 特别出现这个 天亮的这样的一个 长黑棒之后 目前看到股市在反弹 你们觉得这是一个假的反弹 还是一个真的回升 我们帮大家举牌 你觉得是假的举差 你觉得是真的帮我们举券好不好 哎呦这是怎样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两个礼拜 现在这么不清不楚 三个人都一样答案 两周前来 不肯定了 两周前来就是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表态方式 现在还是这样一个表态方式 什么意思 两个礼拜前来 看不清楚 两个礼拜前来你的节目 不是就讲说 大盘的方向是多空不明吗 对对到现在还是 这个主要原因其实基本上第一个美股 你刚刚讲到美股很强 多难操作 三位专家都说现在一半一半看不清楚 八月本来就很难操作 八月比七月难操作太多了 所以到八月如果我们观众朋友有赚钱那你很厉害了 八月你到现在已经快到月底 你结账一下 如果你现在的投资 整个八月还是这个正的话 其实你的操盘算是抢的 好大家留言一下吧 八月是真的留言一下 因为八月讲实在的不是那么好做 比七月难多了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上下的波动蛮大的 而且个股主流一直在轮换 那波动又大 然后主流在轮换 你很难抓得住这个持续的行情 那两个礼拜前 我记得来庆一节目 我就是说现在目前大盘应该是一个盘整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是价格指数的走势图吗 大家可以看到上个礼拜是出现一个 带下影线的一个黑K棒 可是就算没有这一根黑K棒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说 其实它已经三个礼拜 联同上周已经三个礼拜没有创高了 那没有创高基本上 下影线稍微有破下去 那原则上我们就把它看成是一个区间 所以说你可以用上个礼拜四盘中的低点 大概一万两千一百点附近 当成是相对比较低的一个位置 如果不破这个位置的话 基本上应该会在这个位置之上盘 但是这个一万三又是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因为它已经是三个礼拜没有创高了 所以你也必须要尊重一万三以上 相对比较大的卖压的一个事实 那这样的一个区间行情到底会多久 很难猜 为什么这样讲呢 如果说现在目前美国盘或国际盘是弱势的话 那我觉得台股向下几率比较大 可是刚刚主持人又讲到说现在美股很强 苹果亚马逊你看苹果的股价已经来到500了 将近500了对不对 从他宣布要分割之后 就一路往上再大涨了一波 那这些金牙股带动美国股市 再加上美国的一些疫情受害股也没有很弱 所以说美股不弱的情况之下 你说台股要崩跌 我觉得机力不大 除非有意外变数 什么样的意外变数我就不说了 那这些意外变数就是导致上周四盘中 会杀下去634点的一个原因 因为你可以看到 你说那个空袭啊 类似这种 就是说所谓非经济因素 因为上个礼拜四的行情很怪 就8月12号的行情很怪 因为它开盘只有开跌14点 很多人讲说如果是因为华为的因素 那事实上它不会是只有开跌14点 因为华为因素早就已经是 大家已经是在礼拜一就知道了 所以礼拜一礼拜二已经是 已经是连续的这个出现往下压了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对不起上礼拜三了8月20号 那这样的状况之下 就是盘是在上个礼拜三 8月20号这么强力的灌盘 一定有这个卖出 这种灌压卖出的原因 那而且是在盘中消息在传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我是觉得就是说台股现在目前 上下都有下有撑上有加 那下有撑的话就是这个点位 就是我们刚刚讲到 我十字游标线画出来这个点 大概21000点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察点 12000点 对不破 基本上就是会是在这个指数之上盘 那如果说破了 那你当然就是要很小心 对不对 因为一破下去 8月20号那个低点不能破 对这个点绝对不能破 因为这个点应该是蛮大的政府强力护盘出来的 这个资金打进去的一个结果 那如果说这个点破了就代表说 一定有很大的利空会后面会发生 或是什么我不知道 所以说我个人会 以这个点当成下岛的这个观察点 那上去就13000这个整数的位置 所以在这个中间 箱形操作最好 但问题是说 箱形操 这些持股降下来了 对 看你保守很多 我现在大概降到两成吧 差这么多 对差很多 上礼拜还有六成吧 上礼拜 没有我大概上礼拜 上礼拜就降到差不多两成了 对我8月其实动作就不大了 因为我觉得8月基本上就不好做 那各位可以看到 就是说台股现在目前基本上 如果你说中长线来讲 应该还是多头架构 因为它毕竟季线还上升 很明显的一个多头架构 但是因为上周 上周的 如果我们看周线的话 上周这根黑K是带量 你看到那个周量很大 尤其是因为8月10号那天灌出了史上最大量 导致了周量这么大 那这么大的量发生在相对高档 我个人认为你不能把它视成是换手量 因为8500点这个地方 你看到那个周量也是天量 这么大的一个周量 那基本上它是一个在低档的换手量 可是我很少看到高档有换手量的 我必须要老实讲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下我个人会相对 换手就倒货量 我也不敢讲倒货 因为基本上美国股市不死的话 你说台股如果没有意外变数 它也死不了 所以说相对而言出掉的人 或是大资金跑掉的人 它还是会再接回来 所以说在这样状况之下 我个人比较倾向就是说 看国际盘 然后观察台股 区间可能性是相对偏高的 除非有意外的状况 那当然联发科也是很重要观察指标 联发科不能再弱了 联发科如果持续在弱 一直在往下掉的话 那对大盘 其实也会产生相对大的压力 OK 好 所以这边这个木华的看法是很清楚 现在持股 自己他个人是降到两成 所以现在曾经小心火灼 要特别谨慎操作的一个时候 好 魏亮你怎么看 上周是其实恐慌卖压 最主要就是两个变数 第一个来讲的话 因为美国的华为新净利寄出 那事实上我们在之前的节目里面 也分享到 11月美国要总统大选 所以预估从现在一直到未来三个月 其实都会进入到 整个台股操作的逆风期 因为中美的紧张关系 其实是不会间断的 那只会越打越烈 因为势必川普要藉由 打中国来拉台声势 所以这个部分 他的消息还是会持续 但是我觉得 其实大家心里 只要有个准备就可以 因为这是一种干扰 但是他不会真的 真的造成说市场反转的一个格局 那另外来讲的话则是在于台海的紧张情势 就所谓的首战及中战这样子的可能军演活动 不过这个同样的 以这个台湾的投资朋友来说的话 其实对于这样的一个消息 其实也真的有一点屡见不鲜 所以他的反应可能会很剧烈 但是也很快速 因此就是在上个礼拜四 其实刚才木华哥有讲到一个重点 开盘的时候其实只跌了14点 但是是接近11点的时候 一路扩大跌幅 杀到633点 所以我觉得这有点借消息面 克力往下洗盘 那所以我认为整个台股 目前应该就是走区间 那这个区间大概就是在 1250到1290之间 那未来三个月 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关心的是 指数会不会再创新高 那其实要先想的是 指数会不会过上礼拜四高点 上礼拜四高点是12764 那其实从台积电今天的走势来讲 台积电已经过周四的高点了 而且我也认为台积电呢 它的历史高点 不会是只有停留在466.5 换句话说 其实指数震荡整理之后 中期还是要往上走 那指数管的是大方向 所以我觉得指数没有问题 但是呢 手中的个股会不会再涨上去 会不会赚钱 这就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目前来讲的话 就是如果看不清行情的方向 或者说觉得 类股轮动速度太快的时候 的确应该先把持股比重 降低到六成以下 会比较安全一点 OK好我们今天仔细来看看 那个法人这些筹码 他们是怎么走的 李依宇今天是最年轻的 这个曾经有记录 一个礼拜50万赚到200万 年轻代表你会怕吗 这个时间点 这个当然还是会怕 如果就是 如果以大盘的筹码来看的话 基本上 如果以这张图来看的话 散户其实一路看空 然后大盘一直涨 如果最下面看 散户一路看空 然后结果刚好 到上礼拜三的时候 他就突然看多了 那看多了这个时候 我觉得其实会开始有点担心 为什么突然散户一路看空 突然做多 会不会是 然后又是在高点 你就会觉得有点 心里会有点毛毛的 就果不其然上礼拜四 他连看多两天就 他一股就大杀 因为散户看多就开始大杀 就是通常散户很长的时候 会是一个反指标 如果以我们的看筹码来讲 因为基本上的话 散户都会跟着外资 跟投信这种都是反着做 所以对我们来说 会是反指标这样子 所以的话 现在对我来说的话 就是高档是震荡 我不会预设立场 但是我觉得说 现在居高思维 毕竟已经快要一万三千点 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目前的话 就是也是会降低持股 OK 好 那那个微量带大家来看一下 融资水位这些变化好不好 从散户这边来看的话 散户现在情况如何 的确其实我们把时间如果拉长到 从三月来观察这个整个融资 对照大盘指数变化 大家会更有感觉 因为你发现三月的时候 因为股灾发生了 整个行情急速的崩跌 不过指数在三月跌了14% 但是融资有效彻底的大幅度肃清 融资少了32% 这个就是筹码有效的换手 所以整个融资余额开始减少之后 整个指数就形成了反弹空间了 4月5月指数开始往上涨的时候 接下来我们发现什么 融资虽然有慢慢增加 可是你看到五月的时候 融资也不过最多1100多亿 比起三月份在股灾之前的1366亿 其实还少了大概200亿 好那六月份接下来指数呢 完成了V转过高 因为你看到六月份的指数高点是1177 比三月份的最高点还要高 指数过高了 但是融资最多也只有来到1258亿 所以整个从四月五月六月的第二季来说 其实融资增加的非常有限 代表其实散户呢 大部分都不相信行情回来了 一直在做观察 可是关键的七月来了 七月是创历史新高的月份 指数过高了 那融资呢一举增加了15% 在七月份呢 单月融资的增幅是超过了指数的涨幅 显然呢 融资开始积极的进场做多了 而这时候融资水位最高也来到1449 突破三月份的高点 最后我们看到就是最近的八月份 发生什么事情了 融资的水位创下了1508亿 是今年以来的新高了 但是反而大盘指数是反向做拉回了 所以代表这边其实散户不但进场 而且呢开始出现 以往那种喜欢往下摊平的习惯 所以这边来说 筹码的确在短期来讲是比较凌乱的一些 因此所有的利空消息都会造成盘面呢 可能这种连环倒的风吹草动 不过呢 如果拉长战线来讲的话呢 目前融资大概在1400多亿到1500亿 其实比起2018年的6月 当时融资最高是突破1924亿 代表什么 这个其实就是近年来哦 你在过去这几年所看到的融资最高水位 可是当时的大盘其实只有11000的水准 换句话说 现在逼近13000 还比两年前指数多了2000点 可是融资其实还差了 大概有600亿到700亿的空间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波段的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融资只要稍微经过一些 短期间的减肥溯清之后 其实还是有空间呢 持续往上去做攀升 OK好 所以就看到行情真的是半信半疑中成长 五六月之后 大家这个怕怕行情不断的涨 那现在看起来其实很多指标都显示 这个目前散户的乐观指数 是来到比较新高的时候 那反而这大盘就开始有点这个回挡向下 好 这个时候要怎么样来解读呢 我们特别来看一下 这个很多产货现在很伤脑筋 可能是这一档 很怕这一档清算 原大原油正二 原大原油正二 这个007672L 这一档要怎么办 我们之前这个其实讲过非常多遍 应该大家讲说 其实这个正二 里面本来就有这个期货的成分 这个杠杆比较多 那么在投资的时候特别小心 特别这一档 从一开始曾经溢价300% 到现在我们看到 这油价是很明显的回升 油价这部曲线是从这里到这里 但是我们看到 这个这一档 它是从这边的高涨一直往下 到现在还在往下这个下探 那目前即便这下探来看的话 目前它的溢价还是有一成多 目前如果有这一档原油正二的投资人 该怎么办 因为它的 现在目前的价位已经跌破一块了 按照规定是 按照规定基本上 禁止跌破一块钱 在最近30天之内 就要下市 就会被清算 他应该讲说是清算 清算就是摘摘牌了 就清算完就摘牌 所以说最快的话应该就是10月份 那我算过了 就是说如果你要它涨回2块以上的话 那大概要 油价要涨到100块以上 规定是将近30个营业日平均小于2块 对 2块钱 就是要回到2块 油价要涨到100 那你想想看 以现在目前到10月份 油价有可能会涨回100 因为现在油价一桶才40几块 等于说它要再涨2.5倍 所以我觉得涨回2块钱 避免要清算的可能性蛮低的 那刚庆有讲到说 这一档现在目前还 基本上还是一个溢价状况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上周 应该讲我今天从 它的一个最新的档案 把它抓下来 大家可以看到 它现在目前的禁止 跟它的价格 的确还是相对它的禁止是比较低的 低了0.05元 那它的市值到上周五是0.98 那现在目前的上周五的 8月20号的禁止是0.93 溢价差不多12.9 就是一成 那现在目前还有多少的规模呢 还有30几亿 所以你刚刚问这个问题 其实就是帮这30几亿再问 现在该怎么办 那你想看 买这一档人应该赌性都蛮坚强 那当然也有可能有些人是不明就里去买它 就是说他想说这个油价应该会涨 然后呢正二那油价涨的话就两倍 所以就是想赌一下 但事实上大家都知道说ETF 它本身有一个折溢价的问题 就是说你在买ETF的时候 你同时要去查一下 它现在目前的 它的一个禁止到底是折价还溢价 那如果说溢价太多的话 我会建议大家暂时忍一下 不要去买 那刚刚倩宇有讲到说 它溢价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300% 也就是说当这一档ETF还在4块的时候 它的禁止其实就已经跌到1块钱 那你想想看你用4块去买1块钱的价值的东西 那你不是不能讲盘子 应该讲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形容 就是 就是说那当然很多人讲说 那我只是做个短 说不定它明天油价大涨 我就卖 好可是问题是往往大家是这样想 但是呢动作却跟你自己的理智完全相反 当它跌下去的时候你就一直爆 那就越爆越低越掉越低 你就想说反正都已经跌破1块了 我卖也没拿回不了多少钱了 我就干脆再赌一下 所以说就一直赌一直赌 就越赌越低 我们来看到这档ETF的这个走势图 你会发现它非常的惨 从10块跌到剩下这个0.98 那这样子的跌下去呢 那你记得大家现在怎么做 因为其实大家买这个搞清楚了 它有禁止吗 我们买这个今天有ETF的价格 你要看它这个禁止它实际的价值 你就是买这个价格永远都比禁止高这么多 甚至现在到现在还在溢价12% 你刚才是12.9% 12.9% 对啊 代表大家现在还是买贵的状态 一路都是买贵的 一路都买贵 那现在手上还有人该怎么办 如果现在手上你是深度套牢的话 我是觉得 你如果真的觉得拿回来钱不多 你要赌它到最后 这个结算价是多少也可以 因为奖真的已经拿 真的拿不回来什么钱 那因为剩下不到1块钱 你能拿多少钱回来 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那如果说现在还要进场的人 我是建议大家暂时观望一下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它越跌的话 它的中间的择翼价空间会越来越小 也就是说当大家开始 有一些人想说算了 我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回来的人 它会不断的在卖出 你知道吗 上个礼拜它有一天曾经大暴跌的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消息传出来要被清算 所以那一天卖压非常的重 导致了它一天好像跌20%吧 大暴跌 所以说很多人会在这个地方 选择还是要卖 那你现在去接这些人卖出来的 然后它越来越接近它的净值 所以说你有可能还会继续 买进去还继续赔 然后它会偏离掉油价的走势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暂时观望 这一档没有买的人先不要碰 那有买的人呢 那当然就看你能拿回来多少钱 自己去做打算 威廉有什么锦囊妙计吗 锦囊妙计吗 这时候锦囊被打开了 这难了 不过我觉得其实必须帮投资人说一句话 我觉得当初这一档ETF 大家早就发现说苗头不对了 因为这个溢价过高 然后股价暴跌 可是问题是 其实基金公司中间也改过一些规则了 那当然这也是配合政府经管会的一些政策 所以让很多人相信说这一档个股呢 ETF还能够续暴 然后等待一个奇迹出现 那我觉得到现在来讲的话真的只能说 其实资金早点收回来 那这两个ETF就等它以后 就重新投胎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资金收回来 其实才能够 就说不要再抱着侥幸说 会不会又开始又展延又延后 不要这样想了 对我觉得因为以现在的这个镜子来看 这个其实真的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空间 那你又在有限的一个时间里面 况且目前国际援游的一个局势来说的话 因为在OPEC国家没有大幅度进步增产前提之下 其实今年还是功过于求 所以油价也出现过一波报复性的反弹 谈到这里差不多也已经是一个稳定的合理价了 那我们回头来讲就是说 其实操作ETF 那尤其像这种原油ETF 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基本认知是 它买的标的不是股票 是期货 那期货其实你要跟时间赛跑 那期货又会牵涉到有所谓的 近月跟远月的问题 正常情况之下 远月的期货价格都一定高过于近月 也就是说比如说12月的期货价格会高过于9月份的 那这是正常情形 这是所谓正价差 那其实ETF它就是要一直去做换仓 换仓就是我卖近月的 卖低的 但是买远期的 买高的 那在这个转仓过程里面 它就会形成净值的减损 所以你时间一放长 拉越久 这个净值就是不知不觉一直在少 就算原油是维持在原地盘整 你的净值就会越来越少 那另外刚刚莫华哥也讲到就是 操作所有的ETF一定要记住 就是溢价对我们投资人来说 投资人就是站在买方 溢价都是不利的 买贵的就是不利 对折价就是相对便宜 那你千万不要想说 一块钱本质的东西 用两块三块甚至四块去买 所以记住溢价就不追价 那折价再来考虑去做低卦 那这档ETF我觉得 真的卖掉是很痛 不过其实长痛不如短痛 这个我们在停损上面有一种叫 心里面的停损 就这时候你也许还要 未来三个月两个月 你一直在烦恼担心这件事情 干脆呢 你今天把它卖掉 明天就开始没有这个烦恼 执行收回来 重新找下一档个股来做投胎 OK段舍地就学到一课了 我们自己讲过 这种政二它是一个杠杆型的 你没有期货成分 没事每个月转仓成分就会增加 所以不适合那么的久报 特别这是溢价不要买贵了 好另外现在台股出现 另外的情形就是 当冲比非常高 飙到这个37% 这代表现在这个刚刚讲到 这种散户 现在自己也是很迷惘 当冲比这么高 代表大家是不看好长线 就是短线先做一下吗 对 就这个心态 现在目前整个市场的气氛 就是说跑短 那大家心情都比较躁动 所以说当冲比会非常的高 甚至有些股票 一天的当冲都高达万张以上 所以说各股的行情 在盘中巨幅的波动 大幅的波动都很常见 那在这样状况之下 其实我们要去特别注意 现在目前整个市场 现在焦躁不安的一个情绪 尤其是今年蛮多新手进到这个市场 那进到这个市场 其实就很容易出现 应该怎么讲 就很容易出现 让行情变成现在目前这样的状况 因为太多新手比较没有经验 那当然在这个整个行情的部分 这个乖离河流图 还是建议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所谓的乖离河流图 就是我抓的这张乖离河流图 就是这个贵买指数 它的位置跟年限之间的乖离的情况 如果说相对它的乖离太大的时候 其实大家要注意 相对高档的风险就很高 而且如果你在高档做当冲的话 往往你的风险也蛮高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贵买指的乖离河流图 在7月的时候 为什么会出现持续的下挫 7月建高点 就是因为它已经乖离年限达到20% 那你在往前推 贵买指数从1985年有这个指数以来 它乖离年限到20%没有几次了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它下面 它乖离到 这个三月的时候 它乖离到将近是30% 也是一个超级大买点 也是这个原因 那回到你去看大盘也是一样 大盘为什么最近涨不动 相对大家做当冲 也是因为发现高档上面 动辄风吹草动有风险 所以我干脆不要持仓 我干脆去做当冲 这也是另外一个道理 你可以看到大盘的这个周线 乖离年限 其实呢 它最高的时候已经来到 这个达到百分之十以上 大概百分之十四左右 那你再回推 过去大盘加权指数 要乖离年限超过10% 其实基本上 它都是一个相对波段的高点 你可以看到这条 这个黄色线 就是它乖离10% 那相对而言 它乖离大盘 乖离年限 周线乖离年限到 20%的话 就是3月那时候 又是一个大买点 所以我觉得 中长线操作人 倒不妨你用这个 乖离河流图 来作为你买卖点的 一个拿捏 我觉得这个 在这个买卖点拿捏上面 这个图还蛮管用的 OK好 给大家做参考 我们回头来看 今天来看这个筹码面 到底怎么走 我们刚刚看到散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法人的筹码面 又是在做什么 好 我也想带大家看一下 近期这个 目前三大法人 外资投薪自营商 还有主力的筹码 在做什么呢 好 那其实三大法人 是相对比较透明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外资在8月以来 又转为卖超了 那投信的部分 则是买超 但是以这个 投信买超金额来说 对行情有点杯水车薪 买超6亿多 你怎么挡得住 外资卖了快要380亿了 那基本上另外来讲的话 自营商也是大卖 那这边我觉得 特别值得留意的是 自营商的卖超里面 其实这个是史上 大概前三大的金额了 那特别是像 上个礼拜是 为什么自营商 会大卖股票 其中有大部分原因 是因为自营商 有发行所谓认购权证 那发行权证 他们要依照这个权证 这个价格的涨跌变化 去做避险 所以当很多人 在卖权证的时候 自营商也会必须 同步去卖出 现股的股票 所以显然就是说 权证代表的 就是比较短线工具 加上有杠杆在后面 所以这边有一些 等于是市场操作的 老手甚至主力大户 其实它也会影响到 权证的表现 然后间接又影响到 自营商的卖超 换句话说 我会从自营商的卖超 进一步去连结去解读说 现在的主力大户 也会比较保守一点 而且看得比较短一点 那这边来讲的话 所以整个三大法轮 其实会形成比较 对大盘的后市市 比较保守的一个方向 来做操作 那至于说买卖的个股部分 我们就也可以发现 相当的分歧 外资买的 结果可能是投信在卖的 那外资买的 可能是投信在卖的 所以彼此看法不太一样 举例来说外资买台积电 但是自营商卖台积电 那外资投信都卖联发科 那这个就是两大户国神山 其实筹码最近也都没有 那么集中跟稳定 当然也会印象到行情 那最后一点 其实公司派的立场 倒是也可以去留意一下 最近我们说指数在 这个12500点以上 是历史的高档区 不过呢 还是有18家公司 在8月份新加入 宣布买回库藏股 以前库藏股 感觉是要跌到 可能10年线以下 但是你可以发现 其实这一波 真的还是有很多个股 本身没有涨到 可能本一笔或股价 禁止笔在相对低档 那这些大股东 相对比较偏多的公司 我觉得大家也不妨 可以去留意一下 如果真的位阶蛮低的 而且其实业绩不差 或许他有机会成为 就是12500点之上的一些 伏兵或黑马 OK 就大股东自己还看好的 不光看这个外资 这个投信 这个有买有卖 会让一般审户觉得 很无所适从 到底要怎么看怎么跟 我问一下这个李毅 你从筹码面来看的话 你怎么样来操作 你看联发科 外资跟投信都是在卖方 台阶是有买有卖 你怎么样找这个买卖点呢 我举例如果以联发科来说 我这边有联发科 我们直接看联发科的图 直接看联发科的图 联发科的图来看的话 其实以技术面来说的话 其实是月线下弯不太好的 但是到了上礼拜五 他就是在低点 跌到布林的下跪 然后他爆大量了 所以他爆大量以后 我们会觉得说这个地方应该是可以抢反弹的一个好买点 而且我们看外资以及主力都连买三天 所以这边连买三天的话 我们就会想说连买一天两天 我们再观察一下第三天他也买 而且他又爆在低档爆大量 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是以筹码面来说 然后我们做短线的会想要去抢去短短的抢反弹 你看到什么你会觉得这是可以抢反弹 在低档爆大应该说说他跌了很多 而且在那边有一个长黑K 而且他量是超过平均的 就是应该说他在那一天爆大量 这低点爆大量 然后我们会想说如果没有持有的话 我们会想要去抢短 那些的确很多人在想要不要抢短 然后那天刚好爆大量 然后我们就是会有搭配一些软体去操作 然后就看这边爆大量 我们就会去就是跌下去的时候会小强一点 但是我建议如果说对已经持有的人的话 现在的话不建议再去加码了 反而是因为他是现在筹码其实蛮凌乱的 然后基本上都是应该说散户蛮难多的 那如果他回撤到月线的话 我们会建议会是个好的卖点 回到月线是卖点 月线的话大约是在 月线的话大约是在 就是红色这条这边 大约是多少 大约是670左右 670左右 OK好 那你说这个台积电8月20号出现买点怎么看呢 如果以台积电来讲的话 因为他一直是月线向上的 然后我找一下台积电的 直接看图 图已经出来了 以台积电的话是出现月线向上的 然后基本上台积电基本上就是做长线 那如果说他月线上上 然后他跌到月线下面 然后那天大跌 然后又碰到布林的下轨 对我们来说也会是个好的买点 然后刚好上礼拜是暴跌的时候 就是跌到 应该说他跌到布林的下轨 碰到下轨就真的就有反弹了 一般人怎么能够跟着这个操作呢 应该是说我们前一天 因为一定会先做好功课 我们假设如果有注意到台积电 一直想买的话 我们会自己会看说好月线的价格在哪里 然后以及布林下轨的价格在哪里 然后可能就去以这样的方式去挂单 对就是可能第一个part 会挂在月线 然后可能月线先成交了 然后另外一个part 就会是在挂在那个 就是布林下轨的地方 结果他到布林下轨就反弹了 他碰到布林下轨的意思是 布林下轨的话就是 跟大家说明一下布林通道 好 那你还有看到这个大力光也叫大家快跑 你先讲布林通道 布林通道的话其实他就是一个统计学 然后统计学的话就是平均的那个均价 然后他有分中轨上轨跟下轨 那基本上的话就是 中轨的话其实就是在一个盘整的一个地方 然后超过中轨到快到上轨的话 代表说这个是有可能是标股要往上 那到下轨的话有可能就是要跌 但是通常这布林轨道的话 他有一个往上的趋势以及走平的趋势 那像台积电的话 他是一个往上的布林轨道 那他是一个往上的布林轨道 然后他碰到下轨的话 就是非常有机会再反弹 因为他会在这个区间震荡 对 那为什么你看到大力光 你会觉得是要卖呢 自己跟大家解释一下 好 没问题 好 直接讲 大力光的话如果我们其实 我们看筹码的话 就是主力在卖 散户在买 几宝户数增加 那其实我挑股的话会有这一块的就是 挑股的话我会看筹码 筹码我会看三大块 第一个就是主力是不是在买 那散户的话是在卖还是在买 然后几宝户数增加还是减少 那通常主力买 散户卖几宝户数增 代表说筹码集中在主力的手里面 集中在主力手里面的话 你会觉得说这是筹码集中的 这样就可以去买 那相反相对的大力光是反指标 因为他主力在卖 散户在买 几宝户数增加 代表说越来越多人持有大力光 而且他又是一个月线下弯的一个情况 所以对我们来说这种 这种现行是非常 就是对于一辆股票来说是非常不利的 而且他又贴着布林下轨 有可能有一天有任何利空的消息 有可能再往下走 对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主力在卖的话 这个散户在买就快跑了 对 OK 好 因为讲到三大反人 这个常常大家讲说 这要跟着外资投信自营商 那这个外资这边的话 其实有真假外资 魏良你要不要教大家分辨一下 怎么样分辨 什么是真外资假外资 什么时候可以跟什么时候不行 对 其实外资这几年在台股的势力 真的是只手遮天 这个让我们打的本土分析师 讲话都没人听 那其实我们常常在媒体上面看到 这个外资又调高个股的 平等 目标价 这喊的这个正天想 其实怎么去分辨所谓的真假外资 第一个逻辑是外资 基本上它是买大不买小 那买大的意思是指市值 那不是看股价 大家去注意市值 就股本要乘以股价 那以前来讲的话 如果正统的基金公司 真的要买的个股来说 少说市值应该超过台币300亿 不过因为这几年会有一些 所谓的私募基金 也开始都渗入到台股市场来 所以大概标准可以稍微放宽到 100亿以上的市值 这些才会是真正的外资 它会列入追踪 甚至是去做一个买卖 那第二个外资呢是买 买赢不买亏 也就是亏损的公司 基本上外资 它不太会在这个 还没有出现明确的转接的时候 就提早去做介入 举例来讲 其实像最近很红的 ABF载版的南店 其实去年上半年是亏钱 下半年就赚钱了 可是你会发现到 外资一直到大概今年第二季以后 才开始出去很多追踪报告 也比较有大规模的买进的动作 因为其实它不但要等到油亏转移 它甚至希望说能够 确认这整个基本面它的延续力道 能够持续获利一段时间 它才会开始进场 那当然第三个 真正的外资机构 它买进它一定要有依据 所以都会有所谓的研究报告 那如果说市场上 根本找不到这一档个股的报告 然后市值又很小 流动性也不太够 基本上你如果从一般的交易软件 你只好看到的外资的买卖超 基本上那个十之八九 应该都会是假的 那最严重其实讲到假外资 以前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有一家外资机构 调高某一档个股的目标价 大幅度调高 那家外资机构叫做Morgan Stanley 大家都听过对不对 但是它不是我们所熟悉的 那个摩根斯坦利大摩证券 因为摩根斯坦利是M-O-R-G-A-N 那那一家外资机构叫M-O-G-A-N Morgan 少一个R 它不是Morgan 这很秀水街的 对 结果也被这个坊间的媒体 拿来大幅度的引用跟报导 结果也没想到 产生一个意外的推升股价效果 所以其实真的要睁眼明辨 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每天 可能会去透过软体去注意 有哪些个股 外资今天买超几张 卖超几张 可是大家可以去搭配一个 叫做分点的工具 如果你发现说 比如说一档个股 今天外资假如说买超了3000张 结果你看前10名买超的分点 可能是凯基 可能是元大 可能是群益 结果你找不到呢 我们印象中的外资是什么 高盛 瑞银 美龄 你几乎都找不到 那就表示说 虽然今天外资有买超 但是应该是主力或大股东 他透过我们本土券商的国际部 去下单的 假外资 对 他并不是真正在这些美龄 高盛的外资券商下单 所以这个一般来说 也会是假外资的一个特征 那其实 假外资买也是有推升力道 也会有 但就是说在操作上面 我们的想法就不一样 因为刚才提到 通常假外资是因为几年前 因为要克税 所以大股东就已经开好了 境外的账户 那这个部分来说的话 如果是大股东的买盘 你要注意 他一般都不会是买在利多出来 然后相对高档 一定是买在没有人关心的 相对低档 所以如果这种买盘是在股价低档 而且是源源不绝的 持续连续性的外资买盘 那比较有可能就是大股东 那比较能够适合做 波段的选股操作依据 但如果是属于这种呢 今天买明天买乎买乎买 那这种假外资 一般就是市场的主力 然后习惯呢 做当冲或隔日冲 比较倾向于跑短线强貌 那通常这种假外资 他也会去开在外资券上做下单 比较经常见的 比如说像美龄证券 或者说像瑞银证券 那好难分辨 对所以其实 这里面就是有一些真正假假 但是你就要最主要 我觉得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 外资买盘一定要有延续力 然后而且能够有效推升股价 如果不符合这两条件就是说 他是乎买乎卖 或者说他即便大买 但是股价就是跌了 那你要记住 股价才是王道 股价会说话 那你一样要尊重股价转落的一个事实 然后也不会买一些小股本 或者一些很冷门的股票 也不会啦 那怎么看外资报告 好 那其实 我们常说外资报告目标价 一天到晚出现啊 通常目标价是有看没有到啊 其实一般投资人最气 最会骂的就是说 哎呀 外资你们都说谎话 说说看好结果卖出 外资分成所谓的BuySight跟Salesight BuySight简单来讲就是负责写报告的券商 像美银证券 像摩根斯坦移证券 这是写报告的 那Salesight呢 其实 抱歉这个地方相反 这应该是资料有物 Salesight是指写报告的券商 抱歉 Salesight是写报告的券商 那BuySight才是实际下单的基金 所以其实写报告的分析的券商的看法 本来就不一定会跟实际上在掌管操盘的 基金经营的想法会是一致 这是第一个前提 第二个来说 其实像现在是多头趋势嘛 那股价一直喷出一直创高 那券商也是要赚钱的盈利单位啊 所以他也必须希望他的客户多下单 只好呢 一直去调整个股的平等跟目标价 所以多头的时候目标价常常会追对股价 那尤其是容易产生所谓的从众效应 就如果像现在市场上 每一家外资都看好台积电 谁敢看空 那你就算这个看对 可能大家呢 也不见得会记得你 但是呢 如果你看错 真的台积电一路涨上去 结果只有这一家券商没有含尽 那一定会被客户骂的臭头 所以目标价很容易产生所谓的从众效应 那最后就是其实产业趋势本就多变 尤其是像电子产业 那最近很多外资把 不然台积电或联发科 甚至ABF载版的 未来目标价都喊得很高 最主要的根据就是 他们把今年明年到2022年 EPS都拨出来 但股价拨动度又好大 这个其实有点夸张 因为其实电子产业 你说要看到明年能见度都不容易了 我觉得你要看明年EPS 这个其实有相当的难处 那你要喊到后年的EPS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说有时间 那要去看医生 基本上电子产业不太可能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要注意 主要是他推论的逻辑性 然后尽量多参考 就是多数券商的看法 而不是特别极端喊的 这个正天想的 那少数一两家 对就是不要只看那个价格标题 你要看他这个推论逻辑 你觉得买不买单 有没有道理 好 李依你也说这个外资要跟对 有肉咖外资跟最强外资 怎么分辨 好 举例来讲的话 这档我们以国桥来看的话 那国桥的话 他这边的话 他的那个就是 这边外资的话 举例来讲 他这个是新加坡商瑞颖 那基本上我们都会用一些软体来看 就是像刚刚 陈辉良分析师说的 我们会就去看分点 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分点看 我们就是会看外资的 那这个新加坡商瑞颖 你可以看 他的分点在最下面这边 他是买在高点 然后卖在低点 所以在这档来 这档股票来说 这个外资是个肉脚 应该说买高卖低 那同样的 在同一档里面 就是刚刚说的 台湾摩根斯丹利 他有可能是假外资 但是在这档里面 他是厉害的分点 因为他在高档 他就卖掉了 在低档 他去买回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分辨是厉害的 或者是肉脚的外资 分辨这个肉脚 对 那你怎么跟着主力来 因为你蛮特别 你很年轻 你都是看筹码在做股票的 你家南非也住很久 你为什么特别想看筹码来做股票呢 因为我是南非华侨 然后我一岁多就去南非了 然后我在那边其实是读会计系 我在南非金山大学 读会计 然后也在南非的会计事务所 待了三年 然后会计事执照 然后大约五到七年前的时候 我回到台湾来 然后回来台湾的时候 就是想要做一些投资 然后但是资金不足 所以去研究说看技术面 这些都是要放长线 那我想说 那我想要短期内去可以达到高的获利的话 我要怎么做 我就去看一些书 然后那时候就发现到全镇小哥 然后他就是在研究筹码 所以我就去开始研究筹码 以小资金来去滚 看可不可以滚出比较大的资本来 这样子 这很多年轻人的想法 是 一小博大 你跟着主力做怎么做 你看三个指标 刚刚其实有讲过 对 我会跟着三个指标 那基本上的话 我会看主力是不是在买卖 然后散户卖 然后基保户数减少 代表说我刚刚说的就是 筹码非常集中的话 这种股票比较有可能去飙涨 因为就是冲码集中在大的法人手里 他们就是想要推升股价的话 比较不会有卖压 那你进出场时间怎么看 我进出场的时间的话 我会就是 进出场的时间的话 我会就是按照这三个指标 然后我会搭配一些 就是技术的分析 像是巨洋 我会 其实基本上的话我会看股价 然后股价如果说 它是一个上升的月线 然后主力买 散户卖 基保户数帧 然后它上升月线 回测到月线的时候 就是像我刚刚说 我会先做好功课 觉得我要在这个价格买进 然后连续观察几天 主力也都在买 它回到这个价格 我就会在那个地方下单 然后去买 对 OK 好 最近这个我们说周末不定的时候 这时候如果要进场的话 这个木环都已经降到两成了 如果要进场的话 你会找到哪一些相对安全 比较抗震的股票呢 好 我觉得第一个 相对我们先讲避开的好了 就是说哪一些相对比较弱 那避开我们先讲 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个负面表列 把它避开之后 我们再讲一些 可能我觉得近期 比较有机会的族群 那避开的话一定是华为供应链 所以你刚刚讲说 联发科为什么法人同步在卖 为什么联发科今天续跌 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卖压 供应链好多啊 对 它的卖压非常重 比如我举例好了 各位可以看到易华店 因为这些手上有的人多难过啊 这都避开的啊 对啊 就是你一定要先避开 这个华为供应链 因为礼拜天有没有传出一个消息 好多好股票 华为已经通知下游供应链暂停出货 这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人 它的主要营收就是华为 比如说易华店 你看它的主要营收占比达到四成是华为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易华店的走势 你就不难不理解 你就不难会去说为什么易华店会是这样一个走势 你看它一年以来跌多少 易华店其实是一家非常好的公司 你可以看它股价从150块一路跌到剩下三年几块 然后虽然反弹上去 但各位可以看到它最近还是一个弱势往下掉的一个状况 它的K棒是压在所有短中长期均线之下 形成一个弱势盘跌的格局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因为它最主要一般的营收 几乎就是来自于华为 那华为如果宣布说 你不要再出货给我了 你华为那么傻眼啊 我的东西要卖给谁啊 对不对 所以说变成这样的状况 就是说华为现在整个 手机明年可能大败退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像联发科也是啊 你看到大盘还撑在月线之上 为什么联发科率先跌破极限 而且形成是一个持续连环套 持续连环下跌 而且带一个大跳空缺口的形态 那这样子一个形态 即使联发科有反弹上去 我觉得遇到那个 长期均线的位置的时候 它的压力就会很大 那法人当然在这个地方 会砍联发科 然后把资金移到其他的股票去 好那同样的 大家去看国具跟文贸的走势 为什么国具 谈了三个月大底之后 突然破线下去 那上周五转强 今天又继续弱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他们都是在华为供应链上面 占有相当重要的角色 所以现在大家也不适合进去摸底 有人说哇下沙这么多 财报这么好看 对啊 那更何况 大家都知道说 如果说华为持续被美国封杀的话 那华为中长线 他要不要自力更生呢 他一定要嘛 所以说 他除了跟台湾采购以外 他也会扶植 大陆的本土厂商 所以中长线 你吃华为单吃的多的厂商 还有一个中长线的隐忧 就是你有可能会被 红色供应链给吞掉 所以说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我觉得相对而言呢 你就必须要去注意类似这种概念股 那现在有一个概念相对强的 华为供应链目前你觉得都先避开 也包括台积电 台积电不是啦 台积电因为早就已经华为就不供货了 所以说台积电 那台积电因为他不供货华为 他NVIDIA这些公司单吃的饱饱了 所以他没差 所以台积电我觉得在上周四 他是被错杀的 杀到401块 那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但是呢 中长线这一些 我刚刚所讲的 这个相对华为的供应链你要小心 那什么样的概念 相对华为又是另外一个概念 我记得 宣德股价在90块左右 有时候有跟静怡讲过这张股票 有没有 你看虽然涨到多少 为什么 因为他本身是跟大陆吃苹果的大厂结盟的 或者说他的子公司 那这一些供应链你就可以注意了 因为终究苹果要把台厂 逐一的 离开华为供应链 然后这个红色供应链 红色供应链跟台湾有结盟的 或是相关的子公司 我觉得这个就是跟华为相对不同的概念 但因为他们有些股票 就像宣德已经涨非常多了 涨了三成四成上来了 你在这边追高 你要稍微注意 但中长线你可以去注意 他们的营收是不是持续暴增 因为我记得宣德在90块的时候 我就跟庆怡讲说 这张股票可以值得注意的原因是 我发现他每一个月营收 都以四成五成的这个方式 在大量的暴增 就代表他单吃的非常的满 那你想他单可以吃这么满 那谁给他的 当然是从上游大陆这个 这个力讯这些跟苹果越来越密切结合的厂商来的嘛 所以说这又是另外一个相对华为贵面的 另外一种不同的 截然不同的概念 所以我以正面表列跟负面表列 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参考 OK 未来最后补充一下 有什么是大家现在可以留意的退可攻进可守的 那这个带来12桶人证 12桶客股 基本上选顾条件 第一个 第二季的毛利率比第一季大幅度的跳增 这代表整个产品结构的转变 公司竞争力的转强 那第二个呢 其实是我预估第三季的获利会比第二季更好 那当然这个就牵涉到对展望的一个研判 最后第三个呢 最近投信有买超 基本上我觉得 投信是最适合投资朋友来做参考的 一个公开筹码资讯 所以配合这三个条件 我想呢 这个上一次我们聊到 这个跟着趋势顺着政策 像风电太阳能 那当然太阳能呢 目前符合条件是只有帽底 因为只有他第二季毛利往上跳 那跳得比较明显 然后第二季的这个净利年正率往上 不过其他的太阳能个股 我觉得也可以一并追踪 同样的也是可以观察的热门个股 那风电的部分 像永冠上尾投控四季刚 今天表现都还是蛮强的 那运动部分呢 其实现在这是 后疫情时代的居家新生活了 所以包含像栗山带雨 这个在家运动的器材 其实卖得非常的好 那电竞NB呢 也是跟在家上班的时间 跟在线上学习的比重增加有关 所以带齐的包含像技嘉 红基 晶圆等等 那最后就是说 周边领主界里面 散热呢 也会跟着笔电跟伺服器 而出现比较强劲的客户端的拉货动能 那这边值得留意的是 见准跟双红 但必须提醒 这12档个股没有低档的 因为都非常强 所以一定要设好停损点 再去考虑做操作 好 高档震荡 提醒大家特别 这个操作上特别小心 也是收看我们的节目 为你掌握这个最新的趋势 我们礼拜三再见了 拜拜